亲爱的朋友好 老传今天看很有时代感的电影 1982年的木马人 男主许凌军在北京又见到了父亲 父亲叫男主 男主的嘴唇动了动 却没有回应一声把拔 他们已经三十年没见了 上次见面时男主只有十一岁 男主出生于土豪之家 身为长房长孙 锦衣玉屎啥都不缺 但是男主的父亲不满封建婚姻 所以离开了男主的妈妈 追求自由的爱这也没错啊 解放前夕妈妈病重 男主去找父亲 那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然后父亲去了美国 母亲在父亲走后的第四天病死在医院 三十年后 父亲成为拥有一万身价的企业家 这次回国 父亲想带男主一家去美国 主要是父亲的家产无人继承 那边生的两个儿子都是不成器的花花公子 父亲和宋秘书热情款待 一顿饭吃了八十元 北京成立流行disc 奢侈的生活让男主无法想象 都不好意思拿出老婆的茶叶蛋了 现在的男主是个经过劳动改造的劳动人民 男主开始回忆 父亲出国 男主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 发配到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 本以为也就两三年把结果成了赤勒川的毕马温 哦也就是木马人了 那绝望之际呢 男主真想上吊自杀 马儿将男主从死亡中拉了回来 男主想到少年时的少先队员的光辉 还有曾经的助学金 毕业后男主成为留校任教教师 教学生赤勒川之歌 现在父亲想带男主去美国 男主思考祖国 家和那片曾经劳动的土地 回忆曾经的经历 1962年 男主结束劳动改造 无家可归的男主就在牧场放牧 董大爷来帮男主装了门帘 董大妈端来了两大碗米饭 我还以为想拉男主做上门女婿呢 错了错了 这老两口是真心对男主好 牧民很淳朴 对男主非常关照 教男主各种木马人的技能 随后文化大革命来了 男主直接被贴了大字报 按照流程男主要被批斗 说不定还要坐牢吃苦头呢 一看形势不妙 牧民们帮男主想了个办法 其中老郭带人到眼镜领导那里闹 现在炒情不好 马会挨饿死掉 那可是国家战略资源 所以现在要去炒丰盛的山上木马 大家都老了 少不了男主这个青壮领 男主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眼镜领导还送来了皮袄 因为这些善良的牧民 男主才活到了现在 男主和父亲产生了激烈的思想分歧 父亲想让男主成为一名企业家 而男主觉得自己属于那片土地 无法割舍 父亲推崇美国的市场经济 竞争和个人价值 男主关心国家 国家和家的命运是一体的 在父亲眼里 男主被洗脑了 谈起婚姻 父亲觉得婚姻就是义务和条约 男主谈起了自己的妻子 秀芝 秀芝是从四川逃荒来的 本来去投奔表姐介绍的对象 对象上个月死了 所以秀芝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老郭发现了秀芝 老郭就直接奔波了一天 撮合了男主 男主还以为是玩笑 老郭扔出结婚证书 两人分吃一锅粥 晚上男主和秀芝分床睡 被秀芝的哭声吵醒 男主还以为秀芝想家了 想出钱让秀芝回家 秀芝不在乎男主右派的身份 觉得男主不是坏人 还不在乎男主大首五岁 这让男主感动得泪流满面 从此二人一起生活 最后两人正式成心 牧民们带来了不少粮票 还有红包二十三块五 男主去木马 秀芝在家做土坯 要把房子扩大 男主还叫秀芝识字 写日记 两夫妻生活 不亦乐乎 秀芝电影里看到一句话 不要难过 不要哭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秀芝在家里养鸡鸭 养鸽子和兔子 养什么成什么 绰号海陆空司令 两人还有了个大胖小子 青青 一天眼镜领导 让男主去政治处 领导说 他的右派被错判了 还补贴了五百块 新工作室 去牧场的小学教书 男主第一堂课 粉笔断了 课的题目是 我们伟大的祖国 孩子们说 男主的课讲得好 牧民们把孩子送来 让男主辅导 大家都觉得 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下一代不可以有文盲 秀芝无所谓 他还是那个许凌军 继续放马蚁也不嫌弃 秀芝把心都给了男主 这个故事让父亲无地之容 离开北京最后一晚 父亲和男主沟通 男主聊起了 见父亲的钱一晚 秀芝准备了茶叶蛋 听到公公有上意之惨 儿子轻轻要求爷爷买汽车 秀芝教训儿子 那是爷爷的钱 钱只有自己挣的 才花的恩心 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 要有志气 问起秀芝是否应该去美国 秀芝不想去美国 秀芝太了解男主了 男主舍不得学校的孩子 舍不得牧民 更舍不得这个国家 男主又趴在秀芝身上哭了 男主将给秀芝的信 给爸爸看 男主信里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等了二十年 觉得还是留在这个集体 希望给国家发展 继续做贡献 父亲叹息 自己来得太迟了 秀芝的茶叶蛋没有拿出来 男主将秀芝买的枸杞送给了父亲 最后父亲觉得自己是个感情的乞丐 让男主给父亲买一块墓地 希望死后落叶归根 机场 父亲叮嘱男主多写信 多拍些轻轻的照片 男主留下来了 这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孩子 更有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向往 那是1982年的片子 男主是幸运的 遇到了很多好人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右派 过得很悲惨 如果男主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 经历现在的高房价 男主肯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部片子很有时代感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土房子 看到麒麟山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 见牛羊的景色 至于男主的思想 如果不这样拍 过不了省啊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